这是一台国外客户定制的双式600型的真空放机 因为国外客户那边呢 它是单向键220V 50Hz 所以说我们给配了一个转换器 我们现在呢 是要做一个试机的一个视频 要一下这个抽气 咱们一个工作过程 这个呢 是真空表 这个是抽气时间 抽气时间呢 我们这个控制面板呢 是0到60秒 可以随意可调的 这个呢 是根据不同的物料 不同的包装袋 来调节 这是加热时间 这是0到6秒可调 然后也是根据包装袋的厚度 来调节这个加热时间 这是冷却时间 冷却时间指的就是说 真空室里边有一个加热条 加热条在加热之后 必须要有一个冷却时间 如果说咱们不调这个冷却时间的话 加热条使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自己就烧坏了 这是加热开关 加热开关分为 低中高三个档 这是电源开关 我们配有一个激情开关 激情开关它的作用呢 就是说 咱们在工作过程中 如果说 有紧急情况的话 咱们只需要按下这个激情开关 它这个工作室 就会自动开启 然后处在正上方 等着咱们把这个激情情况处理完之后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工作室 下压到咱们工作的那一个工作室 就行了 我们桥的这个抽气时间呢 现在根据这个包装带和物料 桥的是20秒的一个抽气时间 然后加热时间呢 是定在一个2秒的一个加热时间 咱们这个冷却时间呢 是定在一个2.5秒 然后因为根据咱们这个包装带的厚度 我们给定的是一个 加热时 加热的是一个程度 是中度 打开了咱们这个开关 然后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下压咱们这个 咱们在抽气的过程中 不允许 绝对不允许咱们这个工作人员 去抬这个工作室 使用的40型真空泵出出来的 这个效果非常好 然后风口呢 也非常完美 抽的是咱们这种花生米 好嘞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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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